很多女生向往的都是嫁入豪门,从此走上人生巅峰,而娱乐圈更是如此,很多背景平平的女明星更是向往的就是找到一个金灰婿,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追求,有的女星就愿意追求自己喜欢的,平平淡淡的人生。 饶敏丽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,但说到心欲观音中的安心可能就想起来了,是的,她就是安心的饰演者,出生在重庆,但是从小以为好看的面容进入演艺圈,17岁的时候就上过春晚,可以说是虔诚似锦,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私下十分的谦虚低调,交朋友似乎更看重是否聊得来而不是对方的背景如何。 饶敏丽后来就嫁给了一个看上去特别普通的男人,也就是天狗中男主角的扮演者傅大龙,傅大龙长相十分普通,家境也一般,但是为人比较踏实,在演艺事业上兢兢业业,一直没有活起来,饶敏丽也并不逼她,只是让她自己努力。 后来傅大龙终于靠着天狗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鸡奖和华表奖,也可以说是小有成功啦,确实,很多爱情并不需要过于施滑的外在,只要有朴实的内心就够啦。